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独家 报道说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礼拜 那么目前表定是27号将会在北京与到访出席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商界领袖们来进行会晤 目前这个名单在话题当中我们特别整理给大家看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这样子 包括像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Ellen 还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 另外还有包括在中国大陆有很大市场的苹果 执行长库克预计也可能会出席 那么黑石集团的苏世明 还有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人Griffin都在名单当中 但现在整个与会的名单还在整理 还没有做完全的最后确认 但也传出习近平也有可能会取消这场会见 所以目前一切都还在安排中 而现在看到是说到时候可能会触及到的议题 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 还有人工智慧以及气候变化等相关议题 画面下方来看 在欧布莱特石桥集团 他们目前根据他们的研判 说美国企业可能会在现场提出 包括数据传输法规 市场准入 政府采购以及补贴 这些相关问题来请中国大陆帮忙 那目前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确实也很需要把外资留下来 所以现在听到的是美国企业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都是大项目 每一个题目都好像蛮大的 所以中方政府在政策调节上 市总觉得到时候会有多大的空间 我觉得就要看三中全会 那根据这阵子法人或者是外资方面发出的一个声音 事实上美国企业期待的 首先就是游戏规则要明确 这包括怎样的行为算是间谍行为 因为整个商战经济活动涉及到资讯的收集等等 这是必然的 而且美国也有很多资讯服务公司 日本也有很多资讯服务公司 在北京在上海活动 那他们算不算间谍 商业情织的这个红线在哪边这要很清楚 另外就是市场准入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市场门槛 哪一些是禁止下末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规则 你一切东西要讲清楚 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好一阵子了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去年2023年的6月 有一个很特别的会面 习近平跟那个比尔盖茨 而且他们那个会面是很不关事的 是两个坐着很轻松的 好像老朋友 就在那之前跟之后 国务院跟美国的外资 尤其是这些刚才主持人 也有点到的这些企业 事实上有很频繁的碰面 一直都在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中共会不会有一个大的一个 政策上的一个调整 我们要从它过去的一个手法来看 目前双方比较在乎的 就是游戏规则要讲清楚 美国企业当然希望一些特权利益的一个大项目 讲实质就是特权利益 讲好听就是说中共加强对美国的采购 可是这个东西眼前看起来是不会发生的 什么时候是最高峰呢 就是川普带着美国的企业去见习近平的那一字 中国他的很多国营企业加大力道 向美国采购石油跟天然气 然后在那边不止前一项书 甚至连25年的长期合约都签起来了 这样的一个荣情 这样的一个往来 目前是不复见 现在我觉得调诡的是三中全会 去年12月8号跟经济有关的政治局会议已经开了 也都还没有定调 去年应该要开的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最主要是谈经济事务 是定调2024经济事务的 到现在什么时候要开还不清楚 所以我们只能从12月8号的一个会议 来看出说目前中共的一个可能 那这也就是这一阵子大家常提到的 习近平强调的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消费投资他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健康的循环 以及扩大内需跟强化攻击这方面 那在外资方面他会怎样面对美国 我觉得还是要看三中全会 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中美两国的政治气氛 OK 官方的态度先来看 大陆官方最新的这个报道是这样子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特别也接见了 这个刚刚有提到说 有可能会预会的 也就是苹果的执行长库克 那在现场就看起来非常的友善 也欢迎苹果继续的深耕中国 在22号他先见了库克 然后王文涛说 中国大陆正在加速发展 以创新为主导的新制生产力 刚刚您提到的 所以在人工智慧 还有云端运算 其实相关的高技术领域 当然希望苹果能够继续来 深耕中国大陆的市场 也实现共同发展的愿景 所以是说 是不是不涉及国安的 这些空间可能会比较大 当然您刚刚提到是 三中全会接下来 可能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现在也传出说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也计划要出席这场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目前的消息是 到时候会适用进行问答 还有意见交换 并不会像往年那样子 跟到访的这些外资企业的CEO 跟管理层见面 美国企业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 像反戒联法 还有包括监管的作为 似乎是不一致的 但也希望 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经营环境 能够稳定 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特别会出席这场商务论坛 但是李强能够在这中间 史上多大的力 庄老师觉得 是的 其实不只美国企业 任何外资企业 包含欧盟或日本企业 应该都会关心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刚刚我们讨论到 反戒联法 还有监管部业的问题 那反戒联法 过去的确有一些外籍商务人士 设法被收押 那因为整个司法审判跟媒体报 都是比较封闭的 所以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是没有这回事 还是小事变大事 我们都不知道 但确实有些商务人士 叫苦连天 那当然这个对于李强 他的国务院总理 相当于我们台湾行政院长来讲 其实台湾的关注 一开始是比较唱衰他的 因为在3月进行中共两会 所谓的这个全国政协会 还有人大会的时候 最后的一个总理纪委会 他竟然消失 也就是说 例行的一个纪委会 他竟然取消没有讲话 所以原本大家不看好 不过还好后来 他在其他的记者会的时候 又有发表说 还是有发言 对 所以要这个跟 喊话 跟这个外资 伸出友善的手 那不外乎呢 吸引外资 来中国投资 而且取消过往的很多限制 另外方面呢 也呼吁 跟外资有关的人才 能够到中国 这个留学 观光 交流 甚至工作 那当然媒体的报道也大一齐趣的 大概归纳一下媒体的报道也分了三个 例如叫稳外资 稳定外资 不要再失学了 因为中国股市市况不好 主要的企业财报都不漂亮 那包含人民币贬值 还有整个这个 股市的这个下滑 那不止 中国的股民 哀鸿遍野 连我们台湾有投资 人民币基金 或股市 A股那些 也都是叫苦连天 所以 稳外资 主要认为说 有助于外资稳定 那另外派的媒体的解读是 挽外资 把外资 重新把它拉回来 力往困难 把它跑掉外资 再把它吸收回来 OK 那还有更乐观的媒体认为 是引外资 吸引外资 不管是稳外资 还是引外资 基本上都对于 它这个七手势 是抱着正面态度 希望有助于 中国未来一个 经济的发展 不过在稳外资 还有雇国安 这中间如何拿捏 切总老师觉得 美国毕竟不可能放掉 中国大陆这么大一个消费市场 的确 比如说电动车 化妆品 药甚至于手机等等 所以 对于这些美商来讲 他们 最重要的是要摸清楚 或者是说 中国大陆有新规则 怎么定 这个规则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会希望 在这一次的这个 所谓的论坛里面 看看能不能够 从中国高层那边 获得到一些态度 或者是更清楚的答案 因为的确中国高层 不可能去谈到 这么细节的事情 但是如果中共的高层 特别是如果习近平 跟着他们碰面 如果习近平在现场说 表现出一个 表现出一个希望鼓励外资 大量来的这样一个态度 或者是说 他对哪些领域做出一些 宣示说 这是个重点的政策支持项目 那接下来就可以预计 中共的行政部门 最起码在执行上 就会开始趋励 比较宽松的态度 然后也就在有习近平的 这样一个态度宣示之后 他们也就比较更能够 跟这些外商 进行比较细致的沟通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当然 他们当然都很期望习近平能够出现 那其实在这次的会议里面 现在是确定是由李强在主持开幕 并且发表演讲 感觉上是会议规格提升 因为过去几年都是副总理 发表主题演讲并组织开幕 然后总理在会后会见 那这次李强在一开始就出现了 所以大家一开始可能会让 就觉得中国大陆提高了规格 但我个人觉得这可能代表 国务院的地位真的下降 国务院的地位真的下降 那对于大陆来讲 现在权力就是要拉抬经济 当然这个最近也看到 在国际的金融市场上面 人民币的力道有增加 Suite他们公布了 二月的数据显示说 全球支付占比最高的货币 但目前还是美元 不过人民币在2023年11月 以4.61%的占比 创下了历史新高 一举也超过了日元 创下2022年的年初以来 首度重新回到了全球前四名 而且维持到现在为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2024年1月份 中国大陆减码了 18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目前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 国际资本流通报告 持有美债最高的是日本 再来就是中国大陆 第三名则是英国 我想请教施董事 减持美债是基于它调整 外汇存底结构 把资金转向更有潜力的市场 来做布局 还是说 担心的是美国经济政策的 不确定性 如果光看新闻 就是中国大陆目前持有的美债 是14年来心里 听起来是非常的震撼 可是实际上的情况 这是一个中国大陆 长期以来的操作 就是这个样子 从2013年来 它就一直在减少对于美债的持有 一直到现在 它是沿路的往下滑 中间稍微有一点波动 可是基本上趋势是往下滑 而且滑的趋势还蛮大的 另外它是一个全球趋势 这几年来减少持有美债的国家 不只是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西欧国家等等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市场 或者是投资布局的一个举动 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怎么讲呢 我们看看各方面的 譬如说法人方面的分析以及报道 在减少美国国家债务持有的同时 美国的所谓的机关债 就是工资债 事实上中国道路的持有 事实上往上升了 所以就是说同样来自于美国 它这边减少 但是它这边的水位是增加 同时美国国债它供需失调 它自己的表现有问题 加上美国的经济表现 以及它的货币紧缩的措施之下 美债的吸引力不行 就好像我们投资股票一样 你看现在大家钱都往红海 因为它不到一年间 不到一年期间 从大概98块 现在到了140几吧 130几 这成长的幅度 所以你传统股 譬如说传统食品的钱 就会是往这边有 事实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动 其实只是中国大陆 它要优化它的投资 或者掌握 或者是多元化 持有海外国外资产的一个布局动作 就是这样子 OK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要关心的就是 晶片法案最近让美国的Intel 获得了巨额的补助 这是代表说 美国优先仍然是放在最先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继续来关心 美国商务部最近宣布 要透过晶片法案 给予Intel85亿美元 折合台币超过了2700亿 这么巨额的补助 而根据美国商务部高层官员 透露说 南韩三星 还有包括台湾的台积电 虽然都是大手笔 也在美国投资晶元厂 但根据Rimondo的对外谈话口径 三星跟台积电获得的补助 都不可能比Intel还多 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 Intel在获得了巨额补助之后 那这象征是美国半导体 已经要开始全面复兴吗 怎么解读这项动作 是的 我想这个新闻会有很多关注 特别是我们台湾 也是半导体的一个大户 那当然要怎么解读呢 其实还是要跟政治挂钩 不要忘了 11月5号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你现在才7个多月而已 那今天 这个拜登会释出这样的一个利多政策 我们从释出的时间来看 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 他在一个礼拜前就预告了 三天前就预告 前天就预告 就是让大家知道充满期待 那这个巨额的补助还包含巨额再还 那这个Intel呢 在得知这个讯息之后 也宣称会在那个 Ohio State Ohio州的首府 Columbus 哥伦布市成立一个后称 未来全球最大的一个晶圆场 当然这是未定之天 那从地点来看呢 拜登是在什么地方宣布 他在参访 就是在拜访亚利桑拉 Arona的时候提出来的 因为那个地方 台积电2022年就已经宣布会设厂 那这地方本来就Intel在 一个城市叫Chander Chanderer 本来就有它的园区 那未来又可能扩建 更多的新厂 所以他选这个亚利桑拉州 也是有宣誓意义 所以一方面安定 安抚台积电 对 另一方面也告诉亚利桑拉 对 我来了 那当然亚利桑拉州是个摇摆州 所以摇摆州就是 有时候支持共和党 有时候支持共和党 而且是很关键的 对 上一次如果没有记错 拜登在这里才显胜川普 一万出头票而已 就很像我们台湾的彰化 有时候支持民进党 有时候支持这个国民党 那么要怎么解读呢 毕竟政客耗失小会 这是一个利落政策 那藉由这个方式 来吸引支持 那特别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可以压制川普 因为川普当年参选的时候 长的口号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 听在美国的这个选民里面 特别是五大湖州 相关的州 往北往南 那些所谓的Rust Bell 就我们翻译成铁锈带 锈州 也就是说 过去那些州 工业制造会很发达 那后来因为产业萧条 大量的公司关闭 那这个劳工大量外流 人口老化 对那些州的民众来讲 很感兴 他们非常感动 所以我们熟悉的 汽车大城 汽车之都 Detroit在密西根州 或在这个 Philadelphia 在Pansylvania的这个 宾斯坎尼亚州的这个费城 过去都工业重镇 所以当地民众很欢迎 那今天 川普用这个口号 用像我们习近平 习大他讲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样 我让他觉得说 他当地都给我们带来这个远景 美好的希望 所以今天拜登祭出这一招 不只释出利多政策 那另一方面可以压制 川普未来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做法 所以经常听起来 拜登这招似乎更高 就是川普强打说 让美国更伟大 但是拜登直接强打就是 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因为他是现任者 马上就开支票 可以亦助大量的贷款跟补助 而且本来美国就鼓励产业回流 就跟关羽回流 那半导理刚好里面的重中之重 这很正常的 这次的确 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大家也想说 真的是让人一点都不意外 Intel得到最多的补助 我们下礼拜关注一下Intel股票 因为他这五元来都最高70块 现在才40来块 或许下礼拜会上升 所以你看反观日本 确实这个 比起美国来讲实在多了 台积电在日本建的两座晶圆厂 就得到日本政府大约1.2兆日元 折合台币大约是2500亿的补贴 三星跟美光也获得相当于 投资额四成的政府补贴 但是刚提到在美国 因为现在成本也不断的在高涨 所以至少目前传出 有五家跟台积电 还有Intel相关的化学品 还有材料供应商 不是暂停在亚利桑那州的 投资进度 就是缩小了原本的投资规模 好 所以商务部这边 他们说根据这个晶片法案 但是结果就是 肥了Intel 售了台积电 杰众老师您觉得 因为本来这个晶片法案是说 鼓励你们来我们美国投资建厂 可是现在看到 其实拜登自己有盘算 刚刚特别提到的亚利桑那州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摇摆州 所以这是为了选举所下的一朝起 好 首先原本美国最主要 他去要求在美国国内建立 这个晶片产能 其实是希望把这个 晶片这个关键设施 不要都最好拉到美国来 然后不要呢 尤其是不要在中国大陆 影响力可及的范围之内 要减少它的比重 所以他一开始那时候还透过 跟我们台湾政府的一些 政治上的一个磋商 就促成了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州去 这其实是他要分散地缘政治风险 免得如果中国大陆以后控制了台湾 它被卡住 那这个整个晶片的重要产能 就被中国大陆掌握 所以他原本就是第一个 他要分散风险 那分散风险呢 那在分散风险状况下呢 那现在呢 它的重点显然就是说 那与其是让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我为什么不扶持美国自己的 这个晶片产业 这样才是牢牢的掌握在手上 那特别是现在有选举的因素 那现在做这个政策 我觉得选举的考量绝对是 绝对是占优先 除了刚刚博冲老师讲的 这个亚利桑那州摇摆州之外 他在同时 其实这个英特尔有些宣布 他要在四个州 三万个工作机会 这大概对于拜登是个大利多 那至于原本在这个 分散风险的状况之下的考量 其实随着日本 日本开始扩大 日本台积电台日本市场 其实某种程度 分散风险的目标也有达到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美国可能就觉得 为了选举考量 那为了最根本的 把美国自己的晶片产业 扶植起来 那以后就不要再依赖外国 其他国家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做这样一个决定 那当然这样做 其实对预算的 运用的效率当然是不好的 因为英特尔的 他这个钱有 其实有相当部分 英特尔现在拿来修正 他原本在自己发展 在晶片上面许多的问题 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在除错 那 他并不是在心力 就是如果是补助给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可能就会 再做研发创造 如果要是在研发 研发下一代的 更好的 那现在这些钱有很多的部分 在英特尔 他是先来做除错 所以在经费的运用效率上 当然没有那么好 可是在选举的考量 还有就是说 那我干脆把这个 如果能够把晶片主要的 让美国变成晶片的主要的 智商台地 对美国来讲当然也是最好 是 所以对台积电来说 应验了一句话 人在屋檐下也不得不低头 当然一切以美国为优先 华尔街日报也专闻分析说 最近提到了科技 因为美方对于中方的科技围堵 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那么华尔街日报就有分析说 美方制裁中国大陆的科技产业 其实是存在局限性的 因为华为在面对美国制裁 所表现出的惊人生命力 使得中国大陆的竞争者 开始在价值链的更上游取得成功 但是他们也提醒了说 华为甚至是中国 仍然面临一个真正的瓶颈 就是如果不能够使用Google 或是Android这些操作系统的话 也就是软体的部分 那么华为手机恐怕不容易 在中国以外的地区 要拿回市占率 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华为瓶颈呢 大家都知道说华为现在在中国市场上面 它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相中代表 所以整个消费者的一个支持 还有庞大的一个市场 是支持华为继续生存 不只是生存 而且它还能扩大制造 甚至推动研发 甚至往它的中上 中下游产业继续扩展的一个 最坚实的一个力量 但是华为的确面临到了一个困境 但是这也并不代表说 美国对华为的制裁 会对中国的制裁是成功的 因为你发现很多制裁手段 你都推不下去 或者制裁有反作用力 反而伤害了美国自己企业本身 也就是说 我们常常都会讲说产业链 产业链 事实上整个手机市场 不管是软体和硬体 那不只是产业链 是一个生态系的问题 产业链是什么 棒打老虎 老虎吃鸡 鸡吃虫 这是一个产业链 所谓的一个生态系或生态圈 其实很多条链 大家错终复杂 所以越复杂整个生态圈越稳固 过去的生态圈是什么 大家都还记得 华为曾经是台积电的第六大客户 也就是说华为是整个生态圈的一个部分 然后台积电也是一部分 华为跟这个产业 不管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的产业 是错终复杂的 你现在要逼得华为离开 好 两大问题 那你这边的生态系 你当然会受影响 另外大家关注的就是说 华为在被逼离开之后 它有没有自... 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态系 或者是一个中型的一个生态系 我觉得这是当下的一个关键 那目前看起来 说实在的分则两害 何则两利 对 我觉得大家都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华为也看到 美国也看到 现在就是看两国的一个政治形势 如何来消弭这之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要看到 说在美方这边的背后这个思维 他的那个脉络其实还是一样 总是以美国为优先的 就是无可置疑的 那最近对于拜登来说 刚刚也提到 其实年底11月5号的总统大选 对他来说是最重要 最关键的 因为他必须要连任 那最近一些民调上面也看到 你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一些民调呢 拜登的支持度都是领先川普的 到底拜登是做对了什么事情 我想请林总老师 其实这是小胜啦 上面数字好看 事实上没有统计上的意义 也不用再咬最后结果嘛 对 我们虽然会有这样一个落差 是因为前面几个月都是川普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九点准时开讲 对 对